我们来介绍一下循迹小车的组装过程 组装可以分为电路焊接和机械安装 电路焊接按原件的高度从低到高依次进行 首先我们来安装电阻 安装前用万用表确认阻值 确保和PCP上的数值一致 焊接三级管、电容、发光二级管时要注意急性 LN393芯片可以最后装上 要注意缺口的位置不要插反 电子盒通过双面胶粘贴在PCP上 红黄引出线通过小孔焊接到PCP上的正负焊盘处 车轮有三片压克力轮片用两个螺丝固定而成 电机组件用双面胶固定在电路板时 要注意车轮以PCP边缘的间隙不能过小 按住左车的光明电阻 右车车轮旋转 按住右侧光明电阻 左侧侧能旋转 否则交换电机的急性 我们用17毫米的黑色电光胶带 可以在地板上灵活设计行驶路线 小车经过设置路口时 一般沿直线行驶 有时也会出现左转或者右转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电位器或者光明电阻和发光耳机板的位置 来加以客服 我们来看一下循迹小车的套件 这是两个电机组件 这是PCP板 这是车轮组件 这是电池盒 这是电子元件 两个焊接用的导线 和固定螺丝 这是使用说明书 这是电路图 这是元气线清单 反面是简易跑道 等会发电话 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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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